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2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由美国之音制作的 香港风云特别节目 我是黄耀义 从我们位在香港的演播室 为您进行直播 这个节目呢 从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8点到9点为您播出 为您介绍香港第一首的新闻 以及最新的香港局势分析 在今天呢 是香港开学日的第一天 不过呢 同时也是香港全民三罢的开始 那么要从今天开始呢 将举行连续三天的这个罢工 还有罢课的活动 包括了大学生的罢课 以及中学生的罢课 那么呢 我们知道这两天举行的 这个罢工的活动呢 是所谓叫做以罢制暴 要以罢工的方式来抗议暴力 那么参与的人员呢 包括了有公务员 金融业 资讯科系业 建筑业 零售业 法律界 艺术界等等 那么9月2号呢 是在京中的天马公园 以及尖沙水的文化中心 9月3号是在蛇打公园 来举行罢工的集会 那么呢 美国之音记者 李宝今天就知道了 这个天马公园 当地呢 有数万名的民众聚集在那边 来要求政府响应 包括普选 还有这个撤回 这个送中条例等等的 五大诉求 那么组织者也发出了 最后的通牒 声称在两个星期之内 要发动全社会的罢工 罢市以及罢楼 相关的报道呢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稍早 在天马公园所做的报道 各位呢 我现在正在香港政府总部 外面的天马广场 为各位做这次的报道 现在的时间是星期一的下午 大概三点半钟左右 这里呢 聚集了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 在这里呢 举行罢工罢课和罢市的 三罢行动 他们说呢 最近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 而且问题在于呢 根源在于政府呢 不响应他们的五大诉求 他们说呢 这个响应五大诉求 特别是呢 举行基本法所赋予的双普选 只有这样才能够扭转 目前香港面临的困境 这次三罢活动的领导者之一 香港工党创党主席李卓仁 对美国之音说 罢工是和平示威 谋求改变制度的一个有效途径 我觉得就全世界极权的政权倒台 都是因为工人罢工 所以我希望香港也可以走上这条路 就是我和平的力量 最大的发挥就是罢工 参与示威活动的胡先生说 罢工会影响民生 但这个代价值得去付出 面对一些问题 好像一个人有病 你将这个毒的一个窗 要切除 一定有小小的阵痛 海抗战 加油 海抗战 加油 时尾只能在一份声明中说 8月31号政府没有响应五大诉求 没有响应市民的号召 所以他们今天才会到这里来 罢工 罢客和罢市 举行这样的活动 声明警告说 如果政府不在9月13号之前 响应五大诉求 响应民众的呼声的话 他们可以将示威活动进一步升级 会在全社会展开 罢工 罢客和罢市的大规模的行动 真的可以改变到什么 是的 那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在天马公园所做的 关于罢工的相关的报道 那么在星期一同时 也是香港大学生发起罢课的日子 但是与此同时 也有许多的中学生 也自主地发起了罢课 那么在柴湾附近 就有三所的学校 包括了慈幼学校 邵吉湾东管理中学 等已经主动的罢课 那么此外 学生是在学校的外面 手牵手组成的人链 他们表示 希望政府能够回应 这个五大的诉求 那么此外 在九龙的喇沙书院 也有学生罢课 那么今天也有许多的中学生 聚集在中环的爱丁堡广场 根据组织者发出的声明 大约有200间的学生 200间学校的学生 参加了今天的罢课 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 今天就在爱丁堡广场上 访问了两位学生 来问问他们 对于这个罢课的心声 我们来看一下 学生们是怎么说 为什么他们今天 要来参加罢课 香港政府一样是拒绝回应 我们的诉求 其实香港市民的诉求是 它是有能力达成的 但它还是拒绝回应 所以到现在这个情况 一直恶化 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方法 那我作为一位学生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始终有限 但我也要尽我这个身份 可以达到的作用去 例如来参加今天的罢课 来展示给政府听 我们对诉求要达成的 是非常的荷望的 另外一个问题 可以说一下吗 我跟他的想法一样 就是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小 但是希望可以通过 大家小小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然后可以让政府知道 虽然我们只是学生 但是我们也很关心这个社会 也很关心香港 希望政府可以证实我们的诉求 是的 那么我们刚刚听到这位同学说 虽然自己的力量很小 但是还是尽量地能够发声 希望政府能够听到他的诉求 那么同时今天稍早 在其他媒体报道上 就看到在这个柴湾 参与罢课的中学生 也作词表示 他说虽然自己只是一个中学生 但是也希望政府能够听到 他们的心声 那么今天美国经纪的刘安明 也请问了现场罢课的同学说 是否家长也知道 他们参与罢课 那么家长们 对于他们今天参与罢课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其实父母是还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也有 虽然有彼此之间的意见不同 但是我们也有做良好的沟通 所以我们是有沟通 通知他之后才确保了安全才出来的 那他们本来是反对的是不是 没有 另外一个公职 对就是那个 跟我们是持这个相反的意见 是的 那我们刚刚听到 就是今天在爱丁堡广场前面 参与罢课的学生 谈到他们为什么参加罢课的理由 以及他们家长 对于他们参加活动的看法 那么不过 我们知道北京方面 在今天也发出了非常强硬的声明 我们现在马上连线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详情 叶斌你好 你好 姚依 是 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北京方面 对于香港这几天抗议活动 有什么样的反应 中国官方对于香港民间抗争活动的 宣传攻势没有减弱 将抗议示威活动与暴力挂钩 但是一直回避抗议者们提出的 撤回修例提案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以及双铺权等五大诉求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 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当前在香港的游行示威活动 已经完全超出了 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范畴 他说已经演化为极端暴力行动 那么欧盟官员对香港局势表示关切 耿爽对此回应称 如此严重的暴力违法罪行 如果发生在欧洲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坐视不管 不过耿爽这次没有说干涉内政 指手画脚 说三道四等等 耿爽依然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和香港警方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 中国中央政府 我们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也支持香港的警方依法 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上周中国官方高调宣传解放军驻港澳部队换防 同时官媒频频使用暴徒一词来称呼抗议者 中共中央政法委刊文称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离月圆之夜还有几天 暴徒们该自己掰着手指算一算了 另外一些香港警察获邀到北京 参加国庆70周年的阅兵官礼 环球时报等官媒呢 反对香港反对派人物被采取保释措施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称 美国有政客唯恐香港不乱 心态昭然若揭 要议 是的 非常感谢这个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 对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那么呢 关于这个香港今天的八个活动呢 在香港中文大学那边的八个活动 我们之后会有更 会请到这个消旬 美国之音的消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之后 我们会有更多的详细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与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在科技行業不到三歲 就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毅 我们从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 那么我们知道在反送中的抗议活动开始之后 就有许许多多的许家分析们 说香港的经济因此而受到了波及 那不过也有一些人的分析认为说 也是受到了美中贸易战之间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相关的话题 我们就请到了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 方安格先生来为我们做介绍 方安格你好 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说 最近当然很多人的分析认为说 香港的经济出现一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因为反送中的抗议造成的 包括像零售业 包括像旅游业受到的影响 那不过也有人分析说 这是美中贸易战之间会出现的必然结果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本来今年因为美中贸易战 那其他国家包含香港地区都有受影响 不管是南韩 日本 东东亚国家 还有中国大陆 所以今年经济增长率 不管是香港 新加坡 台湾 很多国家都有受影响 那当然最近几个月 包含最近几天几个礼拜机场关闭 或街头抗议活动 那当然很多你刚讲的 比如说路由业等等都会受影响 但是这个都是短期之内的影响 比较重要是中期或长期的有什么影响 比如说外商公司 不管是美国 欧洲 日本等等 会不会离开香港到新加坡去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但是我们今天不知道 这都是中期长期的问题 是 不过这我也有一点想来问你 就是说美中的贸易之间的摩擦 导致了有一些外资考虑撤出中国 可能有一些顾及中国市场的制造业 还会留在那边 但是一些其他的部分可能会往外移 那他们有些本来应该是移到香港的 或是考虑在香港的部分 是不是也会像您所说的 移到了新加坡或甚至是其他国家呢 这个已经绿绿绿都有这个现象 不管是去越南 印尼 印度等等国家 但是对香港来说 当然是很大的受影响的危险 为什么呢 即使工厂在中国大陆 那香港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尤其是在富裕方面的 不管是金融 法律 会计等等 这是香港的优势 还有它的港口 所以很多产品是从中国出来 那时候会经过香港 然后到美国或其他的市场去 所以贸易战加上这个防守我们中的影响 当然是对香港经济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看不出来香港的领导者 不管是行政长或其他的政府的重要的官员 有一个具体的影响方案 前几个礼拜有公布一些 但是那个是比较会针对中小企业 但是今年成长率当然会受影响 然后香港特别形成去政府这么影响 其实我们投资人 也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方案 那我今天想要想请教 就是说目前这个反送中的抗议活动 看起来好像短时间之内没办法获得一个解决 当然我们也知道了 很多人现在担忧说中国政府 或者是北京当局 最后会选择以武力镇压 来作为一个就可能比较悲剧性的结果 如果一旦他们是采取强力的武力的话 那么对于香港的未来 香港的经济以及外商的投资的观望 会不会造成负面的冲击呢 那是一定的 为什么很多高层 跨国企业的公司 这些高级的主管 他们当然不会在那段期间 会想住在香港 他们都会想离开 而且很快马上都会想离开 甚至不管是美国 欧洲政府 加拿大澳洲等等 都会安排帮他们的公民离开香港 如果中国真的是采用这个方式的话 那会有大批的外国人 然后香港历史以来都是 外国人居住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因为是区域性的一个金融中心 或港口等等 所以这边不管是美国公民 英国公民 加拿大澳洲等等国家 都有各个人来香港做生意 住在这边 长期定居在这儿 但是只要发生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 那这些外国人通通都会想离开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说 当然香港是这个亚洲的金融中心 那在世界的整个经济里面 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 但是现在有人说 或许深圳或许上海 慢慢会超越甚至取代香港 那这个时候香港的重要性 就没有那么高了 于是北京方面 对于香港就可以采取更加高压的统治方式 首先是你觉得这样子的未来可能吗 还有就是上海跟深圳 有办法取代香港吗 只要在为中国市场做服务 不管是什么样的金融 或其他方面的服务 深圳或上海可以取代香港 但是身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国内的大都市 不管是上海 深圳 或其他的中国内地的大都市 他们是目前 不管是总期 甚至长期是没办法取代香港 是 好的 非常感谢这个 华府国际顾问公司资深顾问 方恩格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反送中的抗议活动 以及贸易战呢 对香港的经济 未来将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那么呢 我们知道 刚才说到了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 学生抗议活动 那我们先来看的是呢 其实在之前香港中文大学 就已经肃立起了这个民主女神像 那么这个民主女神像呢 是由这个香港的网民来筹资所制作的 那么在8月31号起 就已经在香港的中文大学文化广场亮相 那么有学生呢 也表示说 现在这个香港民主女神像呢 其实是8964天安门这个民主女神像的复制 那么希望呢 有一天她可以再回到天安门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 任心发自中文大学的报道 香港民主女神像 戴着头盔 眼罩和防毒面具 让人联想到三个月来 反送中示威者的形象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同学说 我们认为呢 这个女神像呢 是象征着这个香港人打不死的精神 还有就是我们追求 这个民主和自由的这个价值的这个象征 所以呢 我们认为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香港民主女神像 由网民筹款制作 数天内就完成 中大学生Rocky说 这其实是8964民主女神像的复制版 他希望有一天 民主女神像能回到天安门广场 六次之后 民主女神像在大陆 就是在中国大陆 已经是一个经济 然后在香港 也不是说你放在公众环境一次 也不是说你想放在公众地方就可以 所以他最后只能放在那个大学里面 因为大学就是 这个自由民主最后的一道防线 但是我希望民主女神像最后有一天 可以回归到中国大陆 甚至回归到天安门广场 那么学生们是否担心 有人会破坏民主女神像 我们是有一些 我们会派这个干事 就是去看看 定时的去观察这个情况 也不能够担心有这些人去迫害了 但是就希望这中大同学 能够互相尊重这不同的意见 就让他就摆放在中大的校园里面 美国之音记者任心香港报道 好的呢 关于这个香港自由民主女神像的报道 是由美国之音记者任心 在香港中文大学所做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到了 这个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先生 来跟我们讨论 这几天的三霸活动 以及过去几天香港警方 跟抗议民众所发生的冲突 包括抓捕了多位的反对派人士 还有包括了公民党的议员 谭文豪先生 那我们待会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来呢 跟这个梁家杰先生进行更深刻的讨论 这个E-A-Peace I don't need it 我不需要了对吧 他需要吧 我需要 你需要听着他们说的东西 我听他就可以了 OK 他不想挂这个 OK 你可以取得了 我会觉得它有点麻烦 OK OK 然后就不弄弄它 因为我不是主持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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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一个最多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延续这个运动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 刚才我们这个记者也访问了李卓仁先生 他今天在这个天马公园的罢工的现场 他说呢 他说历史上很多的政治的变革都是因为罢工而导致的 那所以他希望呢 借用罢工的方式能够迫使港府来做出改变 你觉得这是一个过度乐观的看法吗 还是你觉得真的能够实现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罢工的情况呢 不是太多的 真的是有工作的人呢 是真正的参与 主要就是因为香港的法律啊 是没有给罢工的人呢 充分的保障 那么如果他们罢工就可能被这个老板啊 炒鱿鱼啊 就是要终止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合约 那么这个压力也是挺大的 所以呢 就啊 我觉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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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一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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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的回應的話 可能下一波的罷工 罷課 可能會更大規模 但是我就看了學生的罷課 就比起罷工 好像看上去是反應比較大 比較好 你剛才在節目裡頭也介紹過 在中文大學八萬大道上面的大學生的活動了 你看聲勢也是不小的 所以學生罷課看樣子效果是比較大 是 那我想請教 剛才你也提到學生的罷課效果比較大 很多學生自主性的來罷課 這就非常有趣了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近幾年來 香港的教綱一直受到了修改 包括了當然是一些比較國族主義 或是一國兩制的這些看法都放在裡頭 也包括了像六四天安門之類的 這樣子的課綱也被修改掉 但是為什麼在這樣的課綱的情況之下 還是有這麼多的學生 會對於所謂的香港的本土意識 這麼的認同 願意站出來吧 因為香港始終跟內地不同 我們的諮詢是很自由的嘛 世界各地從不同的資料的來源 我們的學生都可以清楚明白 比如說八九六四天安門事件 怎麼去屠殺這個學生啊 這個廣場上的群眾等等 都不是中共一方面可以完全來堵塞 這一個資料的來源的 而且香港的老師跟香港的父母 自己都對於過去的半個世紀 中國的這個近代史 尤其是中共1999年建政以來 如何在內地發動群眾的這個 鬥權重的這個群眾的戰爭 什麼人鬥人啊 這一些呢 我們都是有一個比較深刻的體會 而且香港人在內地做生意啊 去搞這個商業的活動的人都比較多啊 所以這一個交謊比較頻繁 那麼這一些香港人啊 也把他們在內地的經歷 跟他們的兒女啊都分享 所以呢 香港人對於內地過去的七十年呢 可以說啊 都比較清楚的 而且呢 我們都由於我們是有 自由人權得到保障 法治也是保障了我們的 自由人權公權利益的行使 受到限制 所以使得我們呢 都是比較自由去涉獵 不同的這個資料的來源 而且呢 你從過去三個月 香港的反戰中 反這個送中啊 這個運動啊 你都看得到我們的年輕人呢 都是非常有創意 而且呢 他們都是很 很有啊 這個自省的能力 不斷地調教 這個運動的走向啊等等 這一個我想就是一個開放社會 自由 自信流通 人權獲得保障的社會 才能夠培養出這一代年輕人 是 那不過呢 我們知道說 今天我也看了一些 其他電視台的這個 訪問的一些霸課的學生 那麼有一個是在九龍那邊的學生 他就自己說 他說 雖然他也是支持這個反正這個修例的 但是呢 他就知道 學校裡面也有一些是支持 這個條例的學生 那麼因此呢 他有時候也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 那是否也代表說 這樣子的教綱跟課綱的修改 還是多多少少影響了一部分的香港學生 因為呢 我們的年輕一代啊 都是也有自己獨立的思考的嘛 你不能夠完全控制 每一個人的思想都是一樣的嘛 所以他們基於他們自己的一個判斷 他們所接觸的資料 他們的價值的取態 可能呢 都會產生一個不同的分析跟結論 這個也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啊 我們都應該是有這麼一個準備 是有不同的意見的 是 沒錯 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就是會尊重並且包容各種不同的聲音 讓他們都能夠發表自己的看法 對呀 對呀 不過說到這個呢 尊重不同的聲音 我們也看到今天在香港中文大學的 這個早上的這個 學生自主的開學禮上面 就看到了在活動進行到一半 有一位這個來自這個中國內地的同學 衝到台上去把標語給撕爛了 然後還要破壞了一些這個 麥克風的儀器等等 那這又代表了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代表了一個不文明的現象 野蠻的現象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是從心裡頭啊 尊重言論自由的呢 都有一句名言呢 就是我雖然呢是不同意你說的 但是我用生命來捍衛你發言的自由嘛 所以主要就是大家都是理性的一個交流 用道理來互相說服 這個才是把這個言論自由呢 花揮得淋漓盡致 是 那我也想請問 當然是這些年輕人有自己的理想 但你也想要促成一些政治上的改變 但我們也看到了過去幾個星期呢 有些年輕人做出比較衝動的舉動 那與警察的對峙跟衝突 那麼甚至呢我們也看到有一些破壞 一些公共財物 或者是甚至是商家的財物的這樣的情況 那麼當然這些年輕人他們想表達意見 但是用這樣的方法是否合適呢 那是否會導致這個運動反而遭致了反效果 其實呢我覺得這個運動到目前來說 這些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嘛 如果是五年前這個雨傘運動的時候啊 如果出現今天的一些暴力的抗爭場面呢 老早已經呢是產生一個所謂個席 這個人就是大部分的合理非的人啊 可能呢就會脫棄這個運動 但是這一個情況到目前這一刻還沒有出現 當然我覺得長遠的抗爭來說 你絕對不能夠是把暴力不斷地升級的 因為客觀的事實就是 我們的抗爭的群眾 他們擁有的可以用的暴力 比起整個政府啊 警察 甚至於是軍隊啊 他們的暴力呢是不能比較的嘛 所以呢 我覺得呢 最好的一個情況就是 我們要有一個準備 就是如何去安排一個比較可以長期 來抗爭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一些活動 所以這個合理非提出的這個三罷 就是向這個方向去考慮的 因為這一個呢是比較大多數的香港人 容易接受的一個手段 而這一些手段呢 在以前的世界的歷史裡頭呢 也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啦 你印度 甘地 他的這個和平的抗爭 終於就是印度可以從英國人哪裡呢 拿到獨立的權啦 南非的這個曼德拉 也是最後呢 是用和平的抗爭來爭取到民主的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客觀來分析呢 現在的民情呢 的確是對於不斷升溫的這個抗爭呢 是有一點擔憂 我也相信就是前線的抗爭者 也是能夠解讀啊 這麼一個民情的 些微的改變的 所以希望可以大家調整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拿著權力的人 就是中共啊 跟特區政府呢 都能夠就是發放出一個比較正面的訊息 這個訊息是什麼呢 就是回歸基本法 中英聯合聲明給香港的保證 就是到2047年 我們都應該不改變香港的自由人權法制的制度 還有呢 就是要給我們45條 68條基本法規定的承諾的雙普選 因為今天出現的這個民怨 民情 怎麼沸騰 怎麼沸騰呢 都是冰封三車 非一日之寒嘛 就是因為過去20 30年 中共明顯的是背信契義 比如說基本法22條 規定呢 就是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事情 中央人民政府跟其他省市的政府 是不能干預的 但是現在我們的中聯辦主任天天在背後啊 指指點點啊 所以這個公然違反基本法的一個安排呢 如果不變呢 我相信就算你今這一次是強力的打壓下去 就好像是五年前的雨傘運動 五年後都會以更大的規模再來一次的 你剛剛說到說中國的像中聯辦一直有一些這些 發表自己的意見 指指點點的 我們知道說這個新聞報道明天 這個港澳辦將會舉辦記者會發表聲明 那不知道說您對於他們提出來的聲明 您有什麼樣的期待 你覺得會是一個更強硬的聲明 反而導致某一些示威群眾的反彈 還是你覺得是能夠比較溫和 然後來這個消米這個紛爭呢 看過去12個禮拜 三個月的這個中聯辦啊 港澳辦啊 特區政府林鄭月娥的表態呢 我對於明天的這個記者會啊 發報會啊 就沒有什麼大的期望了 我覺得都是硬的一手 比較可能大一點 大家都聽 聽見啦 就是說林鄭月娥正在考慮用這個所謂緊急法嗎 但是這一個呢 我覺得真的是不能碰的一個法 因為呢 這個是1922年 這是殖民地啊 英國人呢 用來對付殖民地的殖民的嘛 這一個怎麼柯柯的這個法律呢 現在其實你拿出來用啊 就有可能違反基本法 有可能呢 是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裡頭啊 把這個人權公約 這權利啊 跟自由呢 都給香港人做出保證了嘛 所以現在由於已經有一個小憲法存在 你可以說 就是回歸以後 香港特區的特首呢 香港特首呢 香港特首呢 他的權利呢 其實是比起殖民地時代的 這個總多呢 比較小了一點的 所以這個在法律上是值得商圈啦 但是最災難性的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是用這個緊急法呢 政治上真的是災難 因為你必須要明白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可以呢 為這個內地啊 是習之 走之 就是因為我們取得國際的信任 如果你這一次用這個緊急法 其實呢 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獨裁的軍管 這個情況出現 你用得一次 你有可能用第二次 那麼國際的投資者 他們不會愚蠢到在這裡等 等你去用第二次的嘛 所以如果你真的用了第一次 因為可依可債嘛 那麼它就會在你債用以前 已經撤資把他們的人 跟投資都調走了 這個也是很自然的 因為它無需要去冒這一個險啊 所以這一個就是緊急法呢 真的不要碰 碰了以後 我想當然首當其衝的 就是香港受害了 但是其實內地也是受害 因為沒有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在服務內地了嘛 那麼如果內地的經濟啊 真的是面對國際的制裁 我真的覺得中共在內地 能否繼續擁有權利去管理內地 都成疑 因為你都知道啦 中共在內地不是有什麼政治認受性的嘛 它不是一人一票去投這個 習近平主席出來的嘛 它主要都是靠提供這個經濟的條件 這個來繼續去管制嘛 所以如果真的出現國際的制裁 那麼怎麼搞呢 那麼它可能旅頭啊 都不能繼續保有權利 這個是就是兩敗驅傷 其實我之前就想問您關於緊急法的問題 因為您是大律師 所以今天感謝您對這些緊急法 有一個這麼詳盡的介紹 那麼您剛才提到說 它甚至有可能破壞到其他的法律 那我希望之後我們有時間呢 能夠針對這個緊急法的部分 我們再進行更多的這個討論 那麼今天我另外想請教就是說呢 上個星期我們知道 包括黃之鋒、周庭等人被捕 包括你們公民黨的 對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有這樣的活動 尤其還抓了好幾位議員 那抓議員抓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這方面到底是合情合法的嗎 我覺得呢 這五周年 那麼這個五周年的習慧跟遊行呢 如果真的是很多香港人出來 那麼呢 可能中共就覺得沒有面子了 因為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嘛 你衝著它而去的嘛 所以呢 它可能呢就是用一些手段來嚇怕香港人 讓香港人不出來 就是比如說它現在就 你知道吧 831 警察呢 是不發 整個不反對通知書的嘛 所以整個遊行呢 嚴格來說 是違反公安條例的 而且呢 它就大的抓捕 就是清楚發放一個信息 就是如果你出來 我就把你抓了 可能是產生一個左下的作用 但是我覺得你看831的出來的人數呢 也不少 所以這個可能不太周效啊 是 那最後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說前幾天路透社的報導說 林鄭月娥其實有著軟化的跡象 跟北京提了說五大訴求 我們就答應他兩項嘛 包括這個撤回條例 還有這個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北京方面呢 拒絕這樣的要求 當然後來呢 北京方面就否認說 這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怎麼看這個報導 以及你覺得 是否林鄭有希望 來把事情給解決的這個做法 我比較相信這一個就是林鄭自己去放話 就是其實你可以說是和北京於不義 就是他為自己開脫 如果真的是怎樣呢 我覺得中共可能很快會有一些動作 就是真的要處理林鄭月娥 因為你這麼一個所謂和中央於不義呢 絕對不是一個特首應該做的 因為整個事情 我大家都不會有別的研判 就是林鄭一手搞出來的嘛 我問你了 如果在香港 習近平曾經要過邵建華 他要人就有人了 他要這個李波 這個銅鑼灣書店的 要人就有人了 那麼你說了 他為什麼要搞這個送中條例呢 根本不需要嘛 那麼你現在就搞出一個 我們說是大頭佛出來 那麼你就自己去解決它 但是三個月他都解決不了 現在可能中央也是非常非常的急 要把這個事情弄好 否則呢 這個70週年的這個國慶呢 就大件事了 是的 好的今天非常感謝這個公民黨的主席 楊大傑先生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跟我們進行這麼精闢的分析呢 尤其呢以大律師的身份 跟我們講的這個緊急法 可能帶來的一些負面的效果 那有機會呢 我們會再請這個 先回到我們節目當中來 那麼待會我們會請 美國知情記者蕭尋來到節目當中 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在香港中文大學 所舉辦的八個行動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還是我們夢呢 他是沒有更多的精力 在來跟台灣進行更強的背後 挑釁中國大陸 讓中國大陸來跟台灣開戰嗎 川普當選總統 應該稱蔡英文為總統嗎 當然 台灣要推獨立就死利 主要是民主和專制兩種家庭的地方 我是凡東寧 畢業博弈 美國之音 韓霞樂壇 歡迎回到美國之音 香港風雲特別報導的現場 我是黃耀義 從美國之音在香港的演播室 為您進行直播 那麼我們現在請到的是 美國之音記者蕭尋 蕭尋今天前往香港中文大學 採訪今天的罷課行動 是的 蕭尋先介紹一下 今天罷課的情況是怎麼樣 大概今天有十幾家 香港的大專院校 有學生前往香港 在香港新界的中文大學校園裡 參加了這個 已經之前計劃好進行的 這樣一次罷課活動 那麼今天去的學生也是相當的多 而且昨天 這也是在昨天 那個中大的這個校方 其實也是對這個主辦者 發出了這樣一個告誡 希望他們不要在這個 所謂百萬大道上 舉行這樣一個抗議的示威 這樣一個活動 可能是有鑑於這個 這些天來我們看到 這個警方和這個示威者之間 有不停地有這個摩擦出現 而且有這種這種摩擦呢 也市場有這種暴力的色彩在裡面 跟這樣的情況 也可能會造成這樣擦箱走回線 我們今天也採訪了幾位 參加這一次這個集會抗議的學生 他們也談到這方面的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有機會來聽一下 這些學生是怎麼樣來講 他們對當前的這樣一個 警方和民眾之間的這種 非常對立這種關係 還有就是說是他們本人 對於這個 目前的這樣一個情勢的 最終的走向 都是怎麼樣的一個看法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是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就是你剛才今天呢 稍早在這個中文大學 所錄製的一段這個小巡 在那邊做了報導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今天是9月2號星期一 那麼今天在這個香港的各個地方 我們看到有這個跨界別的勞工的 這樣一個罷工行動 那麼除此之外呢 香港的十多所大專院校 今天有很多的學生聚集在 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裡面 舉行了反送中的這個集會 那麼這一次的集會 有一點就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很多的人都注意到 在過去的幾天的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他們認為 警察在執法的這個 執法的過程中 有一些這個暴力過頭的 這樣一個傾向 我們今天也是採訪了幾位 這個來自參加這個集會的 其他學校的這個有效的學生 他們也提出了這方面的 這樣一個現象 表示擔憂 那麼同學們對這次這個 這次反送中的這樣一個訴求 都是持有正面的這樣一個態度 雖然有不同的同學對於 採取什麼樣的這樣一個措施 或者是步驟來達到目的 抱有不同的這樣一個看法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有成千上萬的 十多所香港大學的學生們 來到了這個香港中文大學 在下面呢 昨天還有一尊這個自由女神像 也樹立了起來 好 這裡是 接下來就是美國之音的記者 蕭旬還有劉恩明 為您從香港中文大學百萬大道 發來的報導 蕭旬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你稍早在這個 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做的報導 是 你說訪問的幾位同學 你們介紹一下訪談的內容 對 這兩位同學呢 我們都看到他們還是 把面孔都遮起來了 這第一位同學是來自 他不便透露他所在的這個學校 他說他來之前的中大的學生 有向他提出這樣一個規勸 說的是還是要自己 要自己保護好自己的這樣一個 安全是為要 所以他還是比較謹慎 我們今天有看到這些 前往中大的這個 這個叫怎麼 他們應該是捷運線或者是地鐵的 這個線路 當內站也都封了起來 他們就是這樣子的 這幾天這個地鐵封站的情況很多 那麼可能也是當局是怕這個人 朝擁向事先預備好 要參加這個集會啊 或者是參加集結的這些人 但是這些其實都沒有辦法 阻止這些人 前往總是有其他的方式 到那個地方去 我們來聽一下這位同學 第一位同學呢 他不透露他自己的名字 也不透露他自己的哪個學校來的 他談了他這個 就是這個 警方和人群之間的 這樣一個對立其確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從地鐵站開始 就有一些重大學生的學生 很好的告訴我們 上來的時候 需要保護自己 就不要自己的面的信息 讓其他人看到之類的 因為這個比較危險 因為昨天 中大大學 他們本身已經出發警告 就是希望學生會他們 不在保安大到這裡集會 所以 但是今天還在發展成這個樣子 所以便會有個危險 學校是警告學生 不要在這裡集會 對 那跟那一天 那第二位同學又說了什麼呢 第二位同學顯得就 沒有那麼特別的這個緊張 他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 其實他和他有一起去的 那麼他呢談到的就是 他的這個想法相對來說 他說其他的人呢 比較溫和一些 那麼就是 相當於民眾提出這五大訴求 一個落下都不可以 就必須五個訴求 必須要得到滿足 實際上在這個 可能在這個 提出訴求的這些人群裡面 有一些人還是希望 有些東西是有重點的 有些東西是有步驟可以進行的 那聽一下這位同學 他怎麼談他的看法 對 我們挺害怕這個局面的 因為現在的警權過大 因為警察就可以把你一個 非法照會 就把你帶到進去 進行審問 還有更多的死文是 在被他審問後 有更多的上戲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 是 那蕭芬 最後我們剩30秒時間 很簡單的說一下 我們知道今天的活動上 有來自中國內地的學生 去撕毀標語等等的 發生了衝突 你看到呢 現場情況有沒有比較緊張 但是我去的時候 並沒有看到這個事件發生 已經發生過了 可能也就那麼一起事件 像這樣子的事件 屬於孤立的事件 並不是持續性的發生的 而且也都是意外發生的 總的來說呢 大家的這個 整個的情緒很僵 然後呢 這個秩序也都相當的 相當的這個平和 大家都很有秩序 而且你想想 這些都是在香港 實際所院校的大專學生 這個素質也都是相當高的 那麼沒有出現這樣子的 這個情況 校方並沒有提出什麼干預 沒有什麼無秩序的反應 是 好的 非常感謝美國知情志的蕭群 給我們帶來的今天 香港中文大學霸課的相關報導 那非常感謝各位來賓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這個來賓在節目當中所說的 他們的觀點呢 並不代表美國之間的立場 我們明天再見 今天就是完環境的 因為我們大家會從事件 一個人的朋友 我可以看到